野生動物的活力與朝氣 是許多賞鳥人士的最愛 珍貴畫面眼下可能就一瞬間 但現在船有不孝業者 師次經營各種鳥類 並以龍拍、草拍、右拍等非法拍攝場所 提供他們的各自會員來拍照 每次收費從500元到8000元不等 大概在9年前 我們就開始收集這樣的一些政筆 但是當時是右拍居多 然後到了3、4年前就開始發現有盆拍 更離譜的 我們透過網路宣導 然後透過媒體 但是效果不髒 後來我們就跟桃園市政府農業局也檢舉 他們覺得說因為沒有證據 不好去處理 那最後就還好一些在裡面的鳥有 經過不斷的教育宣導之後 裡面有一些拍照的人 他發現自己拍的這些鳥 竟然是受傷的鳥 然後覺得鳥很可憐 就挺身而出 把這些照片丟給我們 可愛的短耳銷爆出 這就是非法龍拍的畫面 另外更誇張的是直接把整個鳥巢 偷走 嚴重破壞 棲息生態 也間接害死的這一些鳥類 他們有成立自己的臉書社團 秘密社團 跟LINE的群組 然後你要進入臉書社團的話 他一定透過你的臉書看看你的照片 看看你的一些事蹟 然後如果說是我們加入 一定不會被他接受 所以他的審查是很嚴格的 然後審查過後沒有問題的 才能進入他的社團 進入他的秘密群組 再約時間地點見面告訴你位置 到了位置去廠拍地點 也不見得是拍攝的地點 因為他那邊沒有鳥 他整個就把鳥 從他另一個秘密的地方 把他帶過來 東保團體要求主管機關 必須硬起來要有所作為 龍會覺得說明 此案已經進行介入調查 也依法查契來取締 有關大家關心的這個案子 是在民國110年發生的 當時是民眾像保機總隊 還有我們檢舉 因此我們跟保機總隊 一同去現場取締 確實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當時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 我們第18條 這個是屬於行政刑罰 所以我們就把他移送法辦 現在目前在法律程序中 那後續的話 我們也不定期的去現場 機場發現 並沒有在犯這樣的事情 目前這些違法的業者 也都已經停止營運 政府也呼籲 攝影同好必須要自我約束 也讓更多的鳥類死在鏡頭底下 記者林樂鋒 討厭傳播